请听系列纪实作品 加编钩纪事 作者杨显慧 由花城出版社出版 播讲聂梅吕鹏 纪队长和我说了他岳父的事情 最后纪队长说 现在你回家去 明早走的时候啊 到我家来一趟 从卫生队出来 我就回家了 那时候我已经结婚了 我刚入伍的时候 部队不提倡当兵的结婚 到1959年 我们改编为武装警察部队了 挣工资了 一个月四十多块钱 像外国的职业兵一样 有些人呢 就结婚了 我找了一个九泉姑娘结婚 租间民房住着 第二天早晨 我背上领好的药品 到了纪队长家 吃的东西啊 早就准备好了 盐 辣椒面子 十几斤炒面 和三四斤饼干 还有一茶缸炒好的猪肉扫子 捆好 我背好之后 纪队长说 小盛啊 你就辛苦一下吧 本来想给你找个车 又怕引起人们的注意 我说 用不着找车 四五个钟头就走到了 但临走的时候 我又问了一句 哎 吴老师呢 纪队长把准备好的东西装起来捆好 我一直也没看见吴秀英 吴秀英在九泉中学当老师 那是个长得很漂亮的女人 纪队长说 他上班去了 但我判断吴秀英就在家里 第一 我去他家的时候 才七点半钟啊 天还不大亮 第二 我叫纪队长给他岳父带点钱 他走进里屋去 我听见了吴秀英细碎的说话声 他是不愿意出面和我接触 不留嫌疑 我是中午一点钟到达家边沟农场的 我没去连队 直接去了农场医务所 进了医务所 我倒了碗水喝 吃点从家里带着的干粮 我想略微休息一下 就去看望队长的岳父 可是我一个饼还没吃完 有个护士就跑进来了 说有个病人不行了 几个医生急忙去抢救病人 我也匆忙的吞下一口饼 拿着背来的强心针和葡萄糖 赶去了 那个护士说不行了的 就是纪队长的岳父 老汉已经没气了 我们把强心剂和葡萄糖都用上了 抢救半天 还是没活过来 我又气又急 在病房里就力声训起那几个医生 我走的时候跟你们说了 这个病号要看好 你们没给我看住 三个医生和一个护士 笔直的站在我的面前 一句话不说 连大气都不敢出 训了几句也就罢了 人死了 训他们有什么用啊 但我心里很不平静 我对不起吴老汉 我叫护士拉个架子车来 我们几个人把老汉拉到沙坝后面 挖了个深些的坑 把他掩埋了 回到医务室 姓杨的医生看我气顺了些 才对我说 我去九泉的那天 老汉就昏厥了两次 都救活了 这是第三次昏厥 我把炒面 饼干和大肉扫子 给他们几个人吃了 辣椒面和咸盐 给了末房的那个通味的姑娘 那个姑娘 是我的老乡啊 过了两天 我去了一趟九泉 向机队长 汇报了他岳父的情况 那两天 我一直在想 怎么向他交代这事 是我没照顾好他的岳父啊 讲完之后 我等待着他的发作 我想我该倒霉了 不要说提干呢 恐怕过不了几天 我就得打点行李回老家了 谁知道 他却很平静 长长的出了一口气 说 这就好了 又过了十几天 省委的救命工作队来到加边沟 说是西北局兰州会议开过了 会议决定送右派们回家 这时候 加边沟的右派 差不多死光了 只剩下一百多人 不到两百人 那个通卫姑娘和医学院讲师 是第一批离开加边沟的 汽车开动的时候啊 那个姑娘看见了我 向我招手 喊 再见了 上大夫 我也向他招了一下手 第二天 我就背着背包 回承销农场的营部去了 我的任务啊 完成了 至于那些起不了床 坐不成汽车的人 我就不知道他们的情况了 那不是我的事了 因为地区医院的医生 组成了一个医疗队 跟着省委工作组 到了加边沟 加边沟是一个地名 也是一起政治事件 更是一段无法想象的右派苦难史 它位于甘肃省九泉市巴丹吉林沙漠的边缘 1957年10月至1960年底 近3000名右派分子 被关押在这里的劳改农场劳动改造 短短三年间 右派们在吃尽一切能吃的和不能吃的之后 只剩下三四百人 1960年11月 中央派出调查组 纠正极左路线 开展抢救人民工作 1961年1月 幸存者才得以陆续遣返年纪 长篇纪实作品 加边沟纪实 正在播出 你要了解陈天堂的事啊 说不全 这个人的情况呢 我说不完全 我和人家不是一类人 我是个右派 接下囚 到加边沟劳动教养的 受人管制的 不敢说 不敢动 啥事也不敢打听 人家呢 是抗美援朝的志愿军 共产党员 又是正式的农场管教干部 管我的 我跟人家呀 坐不到一条板凳上 不过 毕竟我在加边沟农场 当了三年半的大夫 跟他在一个办公室办过工 所以呢 还是知道一些 他的事 他的为人 他是河北省郑定县人 抗美援朝回国的时候 三十多岁了 有两个姑娘 一个儿子 这个人呢 医疗水平很差 拉丁字母写的药名 都不认识 哎 我还记得这么一件事 调到新天敦工作站 不久的一天 我到厂部医务所呢 去拿点药 古浪县的右派 王大夫告诉我 你去了新天敦 陈所长来了 把药房里 你贴好的标签啊 都改了一下 在拉丁文药名下边呢 标上了中文名字 王大夫还告诉我 陈天堂开处方啊 只是开成药 也就是中药的药丸 或者西药的药片 那些配合着用的原料药 他不会用 至于水济 他就更不会用了 连浓度都不会算 但是啊 人家政治觉悟高 这是后来 邓丽芝大夫告诉我的 有一次有个右派去看病 他在处方上这样写的 此人把上衣左边的口袋撕掉了 留着右边的口袋 这说明他仍然坚持顽固的资产阶级右派立场 有一件事 我记得很清楚 那是1960年10月的事情 嘉边沟和新天堂的右派 除了老弱病残者之外 都调到明水农场去了 新天堂作业站呢 就撤销了 我又回到嘉边沟厂部医务所去工作 和他在医间房办公 给病人看病 有一天呢 他到病房转了一圈回来 在办公室对我说 有个五威来的右派 思想反动得很 这事啊 要向管教科汇报一下 我问出什么事了 他回答 那个家伙唱歌 把歌词跟着毛泽东走 唱成赶着毛泽东走 你说他反动不反动 我当时心里惊了一下 这样的事 真要是汇报上去 这个右派可就倒大为了 可是我又不相信他说的话 这个右派就这么蠢吗 在公共场合 他竟然敢唱歌 说骂毛主席 于是我偷偷的跑到病房里 去问那个右派 你是不是当着陈所长的面唱歌了 右派说唱了 我说你唱的哪支歌 你再唱一下 那个右派说唱的跟着毛泽东走 并且又对我唱了一遍 这个右派唱完 我心里才踏实些了 这支歌里有这样的歌词 走跟着毛泽东走 由于五威人鼻音重 唱出来的走字像是舟字 跟字像是赶的音 政治嗅觉敏感的陈天堂 就认为这个右派是在骂毛泽东了 我回到医务所之后 就对陈天堂讲了 不是人家故意那样唱的 是五威人鼻音重 发音不准导致的 他不信 叫我举例证明 我就学着五威人的口音 把中国共产党万岁说了一遍 他这才半信半疑的 不去追究那个五威右派的立场问题了 陈天堂啊 自认为参加过抗美援朝 又是共产党员 狂傲急了 有一次一个病号来看病 他突然大喊起来 坐好坐直了 你就是这样跟党员干部说话的吗 他把那个病号可确确实实的给吓了一条 前边呢 我跟你说的呀 都是些小事 其他人都知道 但是有几件事 是其他人不知道的 只有我自己知道 我今天呢 跟你讲一讲 新天堂作业站 有个叫贺炳玲的右派 是个上海人 解放前两年跑到台湾去工作的 那个人呢 是搞成本核算的会计 在台湾的一家公司工作 大陆解放了 他就和上海的家人失去了联系 可是他特别想家 上海有他的父母 有女人和孩子 思念之情特别强烈 五十年代中期 他从台湾跑到香港去了 在香港 他和国内的朋友联系上了 在朋友的帮助下 到了广州 他原本跟帮助过他的朋友说好的 回到大陆之后 要回上海去跟家人团聚 可是到了广州 就由不得他了 安排他回国的有关部门告诉他 你的工作 我们给你安排到玉门油矿了 你去玉门油矿工作吧 结果 就连家人都没见着 就被人送到玉门市来了 在玉门油矿工作了才一年多 就定为右派了 送到夹边沟劳动教养 这个人的肠胃不好 从到夹边沟以后 一直水土不服 常年的大便不成形 所以常常来卫生所看病 时间长了 跟我熟悉了 就把他的历史讲给我听了 夹边沟农场一年四季 就没有星期天 只有下雨下雪的日子才能休息 右派们有这样的顺口流 齐连山戴帽 右派们睡觉 再就是重大的节日休息 像五一呀 十一呀 春节呀 遇到重大的节日呢 提前一天要搞卫生 在劳教农场 对于搞卫生是非常重视的 要搞个人卫生 还要搞集体卫生 完了还要检查 这种检查 阵容是非常强大的 厂长和书记参加 管教科的科长和干事参加 还有大队长 代工队长 以及拐棍们都要参加 当然 医务所长和我这个 新天堂医务室的临时负责人 也要参加 为什么要组织这么庞大的阵容 检查卫生呢 罪翁之意不在就 主要啊 是检查安全问题 看是不是有人私藏武器凶器了 是不是偷了粮食了 每个人的箱子枕头都要打开 褥子都要卷起来 看看铺下边 哪怕是一颗钉子也要收走 可能以前的几次检查 陈天堂都没太注意 1960年春节的一次检查结束以后 他在新天堂的医务室里说 你们注意贺炳灵了吗 这从台湾来的人呢 跟其他人就是不一样 我问他 怎么不一样了 他说 你没看见吗 他那个铁皮箱子里 有那么多的贵重东西 金项链 玉石镯子 国宰圈那么一达子 还戴着金表穿着西装 我记得我当时说了一句 那有啥奇怪的 那是他在台湾八九年的积累 给家里人戴的 就是这个何炳灵 这年夏天的时候 突然肠胃病又犯了 可能是吃了什么不洁净 或者不注意的食品 一连几天腹泻 用什么药都止不住 原本就虚弱的身体 哪儿禁得住这样折腾啊 他立即就躺倒了 1960年的春天开始 经过两年的劳累 和饥饿折磨的右派们 开始了不可遏制的死亡 什么药对他都已经无济于事 像贺炳灵这样得了急症的人 是必死无疑的 但我可怜他 仍然想尽点人道主义精神 便打电话给陈天堂 要求把他送到长部去住院 陈天堂在电话里问我是什么病 我说可能是中毒性痢疾 很重 一定要住院 他说送来吧 那天贺炳灵去长部 是新天堂医务室的中医大夫 五威县人杨万仓去送的 马车拉去的 马车走的时候呢 已经下午三四点钟了 是我和杨万仓 把他从宿舍里抬上来 放上马车的 考虑到他这一去 就再也回不来了 我们把他的行李和箱子 都装上车去了 心想叫厂部医务所 去料理他的后事吧 我们这样做的原因 是怕他去住院了 这些东西啊 放在新天堂 被人偷掉 1960年的老教农场 人们的思想境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偷盗成风 马车拉着贺炳灵走了 大约过了一个多小时 马车和杨万仓还没回来 陈天堂就打电话来了 他第一句话就说 你们怎么把一个死人送来了 我当时论了一下 诧异的说 没有啊 贺炳灵活着呀 上车的时候还能说话呀 他在电话里呵斥我 胡说 明灵是个死人吗 人死了没有 我还看不出来 听他在电话里边 严厉的训斥我 我不敢再辩解了 我想 这是怎么回事呢 莫不是路途上的颠簸 迅速的加重了病情 造成了死亡 于是我支援着回答 人从这里走的时候 还能说话来的 可能是路上突然 突然死亡了吧 他又说 送的是病危病号 为什么不带急救药 他严厉的口气 真是把我镇住了 我真是哑巴吃黄脸 有苦输不出 便只好检讨 哎呀 是我疏忽了 怪我 怪我 我没想到病情发展 会这么快 听我做检讨 他才改变了口气 说 以后要注意啊 注意再不要出 这样的事情了 我唯唯诺诺的回答 我注意 我以后注意 放下电话 我的身上出了一层汗 我是个右派 由于我的疏忽 致使病人死在路上 这种事 领导不问便吧 一旦要问 要追究 我可是 负不起责任啊 系列纪实作品 加编沟 记事